最新的消息 在彰化有個黃信車主 他花了140萬元 剛剛買了雙B車 沒想到在7號早上 發現車子還有車頭 燈罩都被刮花了 真是簡直氣炸 趕緊要抓出兇手 但沒想到 兇手竟然是一群狗在抓 這個眼冒時候啃花的 讓這個車主直呼說 實在太倒楣了 最新的情況 我們要請黃建章來告訴我們 建章 車主播的觀眾 透過畫面 你可以看到 這台黑色的雙B名車 車上車殼都是被刮花了 整個一片 一點一點的都是被刮花了 讓車主真的是氣壞了 這是發生在彰化 一名黃信的車主 他這台車才剛買三個月 花了140萬 但沒想到早上起來的時候 發現自己的愛車 竟然被刮花刮成這樣 他氣炸了 想要找到底兇手是誰 沒想到就看到一群狗跟貓 在互相追逐 原來兇手就是這群貓狗 要撿這隻 要撿娘子吧 娘子就要車腳 撿娘子就要撿娘子 哈哈哈哈 幾十公斤應該都可以敲出 這些凹狠的 他如果都是咬這種 這種大型狗來咬咧 對 可能是可以製造一些凹狠出來 會吸引一些凹狠出來 好事實上 受醫師說 如果是一般的中型犬 要在板筋上面 咬出凹狠 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像這樣子 整個車子都被刮花 都被咬花 讓車主真的是哭笑不得 現在也求償無門 只能自認倒楣 以上就是現場最新 我們把時間盡頭 交換棚內主播 剛買的名車就被咬花了 真的是蠻心疼的 那刮山